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狗 现在大家看到是我们种的五子茅桃 四月份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种的五子茅桃 大家看一下已经长得比较高了 当时种的比较小 我们之前去过大棚拍给大家看过 我们的五子茅桃有几万猪苗在大棚那里 然后那边的五子茅桃是七年种的 咱们去看一下 散的还是可以的 七年种的五子茅桃这边 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很多馋在叫 大家也听到了 你看这家是七年种的 已经有一米一米四高了 七年种的已经有一米四高了 现在挂很多果 这果的话丑木都不理它的 不知道这些果 我们都是要五子茅桃都是要根 我们广东最喜欢拿五子茅桃来煲汤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种了这里应该有 应该有一百多平方吧 种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们种的很密密麻麻 这一百多平方 不到一亩地可能就两三分地吧 大家看一看一下 而且长得很高 这边的龙眼下面种的是义质 你看这义质长得密麻麻的 种义质 还有阳春沙眼 阳春沙眼 已经长得密密麻麻 还有刚才我们拍荔枝的 那个时候有那个磨蚁 磨蚁也是长得现在已经冒出来了 但是呢我们最怕种些东西 你最怕是啥 最怕就是夏天里面有蛇 蛇里面在那里乘凉 我们不小心走的话就很危险 所以种这个东西 种这些在果盐下面种这些东西 最怕蛇了 如果咬到盐就不好了 所以很担心这个蛇里面 然后以前我们那边的话 是计划种一些食生苗在那里 但是现在的话只有荔枝长得比较好 龙眼跟黄皮都长得比较差 还不能嫁姐到时候可能会年底 或者明年再嫁姐了 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这个抑制也有我们一米二高了 长得很多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这边的蓝药 就是五指茅桃 阳春沙人 抑制魔艺 如果你是要种这些东西的 可以和我们一起交流学习一下 我们这边有很多祖盆苗在大棚那里 有几万祖苗 今天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下方评论 今天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了吗 请点赞观众 我知道 谢谢大家 看到我们下方看 击些数据 我们下方看